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没有起伤 没有任何一个时刻 可能比这半天更遗憾 就是已经走到重点已经要赢了 然后后面被反潮出了 所以说肯定还是比较难过的 但是也得就是说还是好好总结 然后希望下次以后有机会的话 还能去争取下一个冠军 希望不要像今天留下这种遗憾 确实是可能太想拿走哪 所以基础上还有一些有问题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所以说这么遗憾的结果就是感觉很对不起 很对不起就是说就是我的这个奇迷 然后还这个就是真的真的很抱歉 但是希望团体再能够再去争取这个 这次围棋重合亚运会 是综合新冠会需要围棋还是围棋需要这样的舞台 围棋需要这样的舞台 然后我们感谢亚运会能够围棋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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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 所以希望以后还能有这样的机会 难道今天是施力的吗 我应该是在判断上出现问题 我以为我实际上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施力重的整个职业生涯了 所以说是轻敌的话就打击些是挺大的 因为没有觉得这期 就是后面到后面最后的周五 没有觉得这期全输了出去 所以还是这样输了 然后以后还没有了这样的机会也不好说 所以说是轻敌的吗 也不是轻敌的 也不是轻敌的 就是不知道的问题 然后就是非常地遗憾 你叫你对方怎么起手 下的非常好 然后确实是后面前面下的特别的好 后面我有机会 但是还是祝贺对手 接下来的话你有什么打算的 接下来 我没什么打算 接下来 其实这个月训练了特别特别久 然后每天都是特别高强度的对决 然后最后取得这么遗憾的结果 就是感觉很对不起 很对不起就是说就是我的这个奇迷 然后还这个很痛 就是真的很抱歉 但是希望团体再能够再去争取这个金牌 但是无论如何这次的实力 这次的错误 还是给大家添了很多困扰 所以还是很抱歉 不好意思 刚刚你讲到围棋也需要这样的舞台 就无论如何 你这次初战亚运会 也给青少年群体做了一个很好的力量和榜样 也做了一个很大的推广 那么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一些后背讲 希望后背们不要把握好金牌 不要像我这样留下一些遗憾 我今天我觉得是我特别难受的一天 因为其实本身对这次冠军是实在必得的 然后又以这么个结果 也最后几乎获得胜利的情况下 然后输出去 就感觉上非常的遗憾 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所以希望后背们能够加油 好 谢谢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谢谢大家